7月1号上午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25年来在祖国权力支持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 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 主席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格外醒目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夫人林丽禅陈陪同下步入会场时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上午十时许 庆祝大会即就职典礼开始 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走上主席台监视 李家超首先宣誓就职 他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举起右手 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庄严宣誓 接着由习近平监视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在李家超带领下宣誓就职 之后由李家超监视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宣誓就职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支持一国两制事业 支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 为了香港澳门好 为了港澳同胞好 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 得到十四亿多祖国人民鼎立支持 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 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习近平指出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 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 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 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 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 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第一 必须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第二 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 第三 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 第四 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习近平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 展现梁正善志新气象 二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充分释放香港社会 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三是切实排解民生忧难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市民 四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强调 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 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 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 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 就业 创业 置业 面临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成长成才 创造更多机会 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 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 用火热的青春 书写精彩的人生 习近平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坚信 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 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 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 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 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 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